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12月15日第四卷20章第九节 引用经文马太福音22章37-40节 政府制定的律法应当是敬神爱人 这是实戒律法的两版 我们应当在此解释政府官员的职份 圣经如何描述这职份及其内容 若是圣经没有教导官员的职份 包括敬神爱人 实相律法的两版 我们也可从属世作者的身上学到此职份 因为每当有人讨论官员职份 制定律法 公共治安 都是以宗教信仰 以及对神的敬拜为开端 因此众人都承认 除非敬前是首要的考量 否则不能建立令百姓快乐的政府 而且那些只是为了人制定的 而不理会神之权柄的法律 是最为荒谬的 所以既然众哲学家都把宗教信仰摆在第一位 而且既然这是历史上万国普遍一致遵行的 则基督徒的君王和官员若不专心致力于此 就应当以此懈怒为耻 我们已经表明过 这些职责是神特别交付他们的 并且他们理当努力维护表彰神的尊容 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 他们是靠他的恩典来治理 圣经大大称赞敬前的君王 当他们在对神的敬拜被败坏废持之后 重新恢复了对神的敬拜 或保守了纯正的信仰 使之能在他们统治之下 纯正无瑕并且兴旺 相反的 圣经也记载 无政府状态是邪恶之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是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这就证明 那些人不理会神 而只注意在人民之间施行公道 是何等愚昧 那些人等于是说 神为自己的名指派统治者 只为要解决地上的争端 却忽略更为重要的事 就是人要按照神律法的吩咐 圣洁地敬拜他 然而 野心暴力分子肆无忌惮 想要改变尊主为大的优先顺序 就逼迫一切为神之名辩护的敬前人 想要将之驱逐出境 九十戒律法的第二版 爱人而论 耶利米劝君王要施行公平和公义 拯救被抢复的脱离 拯救被抢复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摩西吩咐吩咐吩咐 摩西吩咐吩咐 是属护神的 生命纪一章十六至十七节 他也吩咐 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麻痹 不可贪婪 不可心高气傲 看自己比别人高 要在一生中 昼夜思想主的律法 审判官不可偏袒 也不可收贿赂 以及其他各处类似的经文 我们在此解释官员的职份 最主要目的 并非要教导官员 如何尽本分 乃是要教导他人 明白官员身份为何 神指派官员的目的如何 根据上述 我们明白官员被设立的目的 是要保护百姓 为他们申冤 为维护人民清白 道德清廉 社会手里公共安宁 总而言之 他们唯一的任务 是要保护公共安全 和众人安宁 大卫宣告 他将以身作则 做美德的好榜样 当他登基作王时 他不准许任何的罪行 反而恨恶不敬钱地 毁谤他人的骄傲的人 也要从各处 寻找正直和忠心的谋事 然而除非官长保护 善人免受恶人 行恶迫害 帮助和保护被欺压的人 否则他们无法克尽其职 所以他们是被授权 以武力严厉惩 公开冒犯行恶者 因为恶人的罪行 扰乱或破坏了社会治安 经验十足证明 所有的国家都是借着赏善罚恶得以维持 若把这两者夺去 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将腐败瓦解 因为除非美德受人的尊荣 否则许多人对公平正义越来越无动于衷 并且要约束限制恶人的谐情私欲 别无他法 唯有借着施行严厉痛苦的刑罚 才能恶阻 伊利米吩咐君王和其他治理者 当施行审判和公义时 包括赏善和罚恶 行公义包括使无辜的人得到保护 为其申冤得以自由 然而审判包括制止不前不义的人 胆大恶行 压制他们的暴力 惩罚他们的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